另外要再带你来看到 是位在林口文化二路旁边 有一间日本料理餐厅 那么这间日本料理餐厅 虽然没有这个富丽堂皇的建筑装潢 但是却有着优雅宁静的气氛 而且这间店的业者秉持着 对怀石料理的坚持 每一道美食都是师傅 深具艺术品味的料理功夫呈现 也让饕客们在用餐的时候 都能够感受到师傅的用心 位在林口文化二路旁的这一处社区 有一家日本料理餐厅 虽然没有富丽堂皇的建筑装潢 却有着简单优雅的宁静气氛 业者秉持着对怀石料理的坚持 每一道美食都是师傅们 深具艺术品味的料理功夫呈现 也让饕客在用餐前 就能先感受到每道菜肴的精致与用心 会在林口开这个野心日本料理 是因为我们在林口也居住了15年 我们发觉林口的现在的住户 跟现在的环境已经慢慢越来越优质化 所以我们把在台北经营 日本料理的经验 转到这边来 都开了一家这个店 那当然 大家都知道 林口是一个社区型的餐厅 所以我们在这边经营的餐厅 是符合居家 然后一些生活上的餐饮食材 不像台北市是做那种商业性的 那我们的定位是价钱是希望在高贵不贵的原则下 厨师们将食意与花意融入在家肴里 每一道怀石料理套餐都相当注重养生 不仅讲求食材新鲜 并以当地食材做出一道道的味美料理 加上师傅们林口的手艺 在盘中摆设上更增添了视觉上的效果 各位都知道 现在食安的问题 大家也知道 尤其日本料理 本来在这个料理界 它是属于比较天然 而且是一种健康的食物 所以我们觉得 现在的日本料理 应该是更容易被客户接受 天然健康 而且简单 所以我们希望在这里的特色 是希望做到真的食物 真的原汁原味 让客户能够感受到 它吃起来 无论在健康 无论在心情 都能得到一种疗异的效果 我想在这一次的菜单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团圆的时候要吃的 所以就是以日本的过年的气氛的菜色 来呈现给大家 平时为了考量上班族人士 餐厅备有精致商业午餐 也有四季料理和多元单点项目 另外随着年节将近 业者也推出了美味精致的年菜料理 欢迎有需求的民众预约 精致优雅 高贵不贵的用餐环境 有兴趣的操客们 有空不妨前往品尝 永远的记者林口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